永远没有模仿歌曲后 今天为大家分享四首被网友鉴定出来抄袭的歌曲 《红兆院》 这首古风歌曲在网络上大火之后 被网友自已抄袭了被扫维多利亚的《Midnight Fantasy》 以及书醒的《网安亲爱的》和《白雪歌》 但是Interesting却否认抄袭 病变 人曲来自荷兰制作人Jory福的No Need Day 有盗用Beat和非法采样的嫌疑 有网友在朱尼夫工作室确认过没有授权 反正我是觉得既然要标靶自己是原创 就更尽快宣众原创 有天我睡醒看到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可当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寻找你 留下的街又带着你味道的一封信 就在多点还一起看我们的照片 可现在让我感觉像暗剧里的主演 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边 是不是老天没能看到对你的疯忍 八万 由于原版有一些超出想象的歌词 被要求下架整改 现已更名为想你想你想我 后被网友发现才在作品中表明 采样来自德国作曲家 Peter James的Dask 嗯 说句话我经常对你讲 你是我想按照醉里的一块糖 也是心想最后抵不过你的倔强 像个孩子总想钻进你的胸膛 很多次走在凌晨三点半的大街 也曾为了找到自信 现在他不贴切 Oh baby Oh baby 我发誓我会努力 Oh baby Oh baby 我发誓我会走起 我希望你能陪我走过白天和黑夜 也希望能抱着你怀魂的梦一张眼 你懂我想要的每一个体会 我经常看起来都别想说不说 我想要看你身上的一丝不怕的梦想 在你身体上的相熟 我能记得 我想要看你在我身上自由飞翔 中当时的同情 9277 其实这都不用我多说了 有耳朵的估计都能听出来 借鉴的千篇欧险 不过值得高兴的是 原曲作者已经找律师为权 但是到现在 9277也没有标明原曲作者 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听听 这首网络大好的歌曲吧 想收听更多的好音乐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伍龟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